2026年7月28號 這類小學友誼廣場啟用 孩子們對盛學充滿期待 嶄新的活動空間 新廣場四周設有安全網 校方在開學第一周 舉辦啟用典禮 馬利亞路維莎小學 是當地公立學校 貧困學童偏多 再加上經費短處 基礎建設難以負擔 在此季相助下改善環境 多年來定期關懷 新冠疫情期間發放物資 輔助貧困家庭 2007年7月28號 印尼日熱綜合學校啟用 藍色大拱門 人自造型校園 占地45.7公頃 48間教室 本日正式啟用 教室裡歡樂的歌聲 孩子們球場上奮力奔跑 2006年日熱發生規模6.3強震 5800多人不幸喪生 36000人受傷 上百萬人無家可歸 校園多數坍塌 失身在惡劣環境中求學 藍色大拱門很不舒服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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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讓孩子 不舒服 不舒服 此季決定原建綜合學校 同年2006年11月動土新建 八個月後 嶄新的建築 能夠日熱當地五所學校 2000名師生使用 讓許多因地震放棄求學的孩子 能重返校園 實踐夢想 1994年7月28號 此季宣布援助盧安達難民行動 與MDM世界醫師聯盟合作 正式展開 當年4月 盧安達政變引發大屠殺 120萬名難民湧入鄰國 萨伊邊境城市戈馬 萨伊即為現今的 剛果民主共和國 8月初 此季與MDM 滿載34噸救援物資 及醫療人員專機 抵達盧安達 8月5號 此季援助盧安達難民醫療團 在戈馬設置醫療站 展開緊急救護工作 此季是唯一來自東方的組織 由於生活環境惡劣 傳染病 虐疾肆肆虐 難民面對著恐懼 飢餓 疾病以及死亡的威脅 我們的醫療團去的時候 是照顧了一些末期的病患 旁邊有人在關心 這學生實驚非常大的一個幫助了 我們一天就有兩千多個人 因為生病而死亡 我們連續超過48個小時 眼睛連閉上的時間都沒有 一直到8月底 此季援助盧安達難民醫療團返台 在這種難民營裡 也動員到國際的慈濟人的力量 愛的人間 才不會有這樣的殘酷的傷勺 9月MDM工作人員撤出羅安達 並將醫療站轉交當地政府運作 到國際營業中的一部 ohner請數不可 全球的威脅 除了 感谢观看